长期以来故宫博院究竟有多少长篇 社会公众是不知道的 那么有些人甚至说北京故宫的东西多 还是台北故宫的东西多 我可以明确的说北京 台北只拿走了当时故宫博院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东西 但是我们东西长期没有清理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正经表院长七年 我来以后三年十年的整治 终于我们知道自己产品的数量 一百八十六万两千六百九十万件 那么全国今天有五千一百七十座博物馆 收藏的国家定期的珍贵文物 就是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四百零一万件 其中收藏在故宫博院的一百六十八万件占百分之四十二 为什么这么大比例是世界上难有的珍贵文物占绝对比例的博物馆 一般的博物馆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是珍贵文物已经了不起了 故宫博院的产品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二十国家定期的珍贵文物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比如五万三千幅绘画七万五千件书法 两万八千件碑铁加起了十五万六千件 世界上五一轮比的纸质文物最集中的收藏 世界收藏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十六万件 一万一千件金银器 一万九千件七器六千六百件法郎器 玉石器是我们收藏的骄傲 三万两千军玉石器可把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串联起来 那么陶瓷当然世界收藏最多的是个天文数字三十六万七千件 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出品于景德镇的官瑶瓷器 那么我们的四万两千件宗教文物 其中两万三千尊佛照相七千多件计法器 当我们的文物产品公布以后 联合国教官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 都把我们誉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 当之无愧 那么哪些是世界五大博物馆呢 有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法国的卢浮宫 美国的大都会 俄国的圣比达瓦的埃尔比塔市 就是东宫 这五座博物馆有什么规律 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美国俄国英国法国 一个国家一座 说明没有一个强大的博物馆 是不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 社里面让你我们写下了 联合国人的愚蜓